今天来做一个低碳水无复制的口袋饼 其实配料特别简单 就是用之前一个小餐包的配方稍微调整了一下 做成口袋饼的样子 主要是做法以前没有用过 但是还挺好玩的 面团搅拌均匀之后 干成两个椭圆的薄片备用 这个份量和大小都可以自己调整 但是切记皮不要擀破 之后在一层面片上面涂上油 这个油一定要涂得厚一点 油的作用就是用来隔离上下两层的面片 之后把边边锁起来 操作的过程当中手不要欠 不要碰到中间 上下两层一旦冲破油层接触上了 很容易粘在一起鼓不起来 为了颜值翻个面 把锁的边放在下层 烤箱温度高一点 温度和时间可以根据自家的烤箱来调整 烤完之后鼓起来 就是一定形成了口袋 如果没有骨起来的话 那就是上下两层中间粘了起来 这个配方可以自己调整 用其他的地炭水粉或者加鸡蛋都可以 但是关键点就是中间的油层 一定要有效地隔绝上下两层 关注好好吃瘦 分享地炭无糖无腐置饮试试步 我们下来的一层中间粘子 我们下来的一层中间粘子